好,我們來看第10題 我們來看第10題 第10題,歐盟成立以後 區域內的商品可以自個流通 那但非歐盟國家 歐盟貿易國家 像台灣的進口產品必須刻有關稅 那對歐洲的出口貿易有負面影響 所以台灣廠商應該如何應應 用核動方式應應比較適當 來,我們現在要想到 現在講到歐盟 歐盟一開始的成立原因是什麼 它前身叫做鋼鐵聯盟 那鋼鐵聯盟是由德國領導的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要成立歐盟呢 而且之前又是所謂的鋼鐵聯盟 應該是煤炭鋼鐵聯盟 為什麼 因為各國的資源它分配的不均 為什麼會分配不均 當然不是人為的 當然是自然的原因 那自然原因分配不均的話 就應用到什麼 應用到貿易 必須要採用貿易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各國之間一定會有厲害衝突 那厲害衝突的話呢 就必須要解決嘛 不然大家獲得不到最大的利益 像我們之前的公民課裡面就有講到 講到什麼 互相的貿易 獲得利潤 獲得利潤 是什麼減什麼 是收入減掉成本 那你收入就是固定那麼多 而如果你不降低關稅的話 如果你不降低各國之間的特定的稅率的話 那你往往你的利潤就會變少 所以成立歐盟甚至是成立東協這些聯盟的關係呢 那它的用途一定就是在於降低關稅 降低部分成本 所以好 我們回到題目 回到題目 像台灣非歐盟國家 非歐盟國家 要怎樣降低它課稅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能告歐盟壟斷市場嗎 應該不能 因為它沒有壟斷市場 歐盟並沒有壟斷市場 而是它有為了保護它的會員國 會員國沒有 會員國有些有產像產鋼鐵啊 有些產煤礦啊 那他們並沒有說 所有國家都不能買 只有他們自己能弄 所以這個不太對 好放棄歐洲市場 為什麼要放棄治療呢 當然不可能啊 放棄歐洲市場 根本就沒有意義嘛 而且 俗話說的好 殺頭生意有人做 賠錢生意沒人做嘛 所以幹嘛要放棄呢 好來接著 C 建議歐 建議政府對歐盟產品 課增重稅 這個 曾經發生在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成立了所謂的 關稅壁壘 那就是我不買你的 你不買我的 就最後造成什麼 1929年的經濟大崩潰 所以這種動作千萬不要做到 所以答案是什麼 直接在歐盟區域設廠生產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歐盟裡面生產 那出產是什麼 Made in Europe 就是歐盟生產 像我們很多東西在大陸製造 大陸出產 所以上面都寫什麼 Made in China 是在最後一個出去的國家 它就會認定是哪一個國家出來的 所以你只要在歐盟的區域裡面設廠 那它出來的東西都是Made in Europe 就是歐盟出產 就不會被歐盟 歐洲出產 所以就不會被歐盟克里重稅 所以答案是豬 謝謝